大家好 又见面了 先跟大家说一件事啊 大家知道我在台湾官选的时候啊 曾经接受过自媒体小军台湾的采访 小军呢是台湾知名的资深主播 也是非常专业勤奋的媒体人 两个人呢在节目中聊得很开心 结果前几天他的小军台湾频道突然被油管下架了 先是他的频道被骇客入侵 突然之间呢就视频全部被换作投资虚拟货币的内容 紧接着呢整个频道被油管下架 30多万订阅户的频道一夜归零 当然他和他的团队就紧急跟YouTube申诉 同时呢将这个消息广而告知 希望大家都能支持关注 好在啊昨天他的频道终于申诉成功回来了 那30多万的订阅户也恢复了 真的是要恭喜他 那我把他的频道链接放在视频下方 请关心支持台湾的朋友们呢 都能去支持一下他的视频和节目 那这个事情啊也确实让人感叹做自媒体的不意 正如小军说的 每一个做自媒体的YouTuber呢 都是如履薄冰在经营频道 那就在昨天我又刚刚得知 张天亮教授的频道被突然停止盈利功能 没有给原因也没有给出任何警告 大家知道现在中文中文内容平台 很多都可能会有中共的渗透 而且呢马上临近美国大选 也许又是一个言论可能被管制的关口 那最近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背后可能都有猫腻 对于我们这些做内容的播主来说呢 这种时刻更需要来自大家的直接的支持和关注 这里呢也跟大家说一下 希望大家能都去订阅我在干净世界平台上的频道 防飞时间 那我每一期节目呢都会在干净世界上发布 下面呢就是还会有很多的大事发生啊 如果您订阅了我在干净世界上的频道 那么无论有什么样的风雨 至少那个地方是一直会和大家见面的 我们真的是非常需要一个支持言论自由 支持真话的平台而不是以任何名义审查不同意见的平台 另外呢我也非常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频道的运营 点赞转发或者呢坚持看完广告 或者给频道捐款等等都是对我们的支持 说到捐款呢就是视频下方有专门的捐款链接 如果您点击那个捐款链接去捐款呢 这个款项呢会全部被我们的这个团队收到 会用来用于全部用于频道经营 那如果您在视频下方留言的地方捐款呢 也非常感谢 但是那些那地方的捐款呢 它有一部分是会被油管分走的 所以就是告诉大家一下 还有呢就是我合作的平台蓝莓优品啊 现在正在推行一个幸福佳人的春季礼包大放送活动 那它这个活动呢就包括不同的组合 礼品组合就不用你自己去想了 比如说它有一个礼品组合是红参液加上面膜 加上阿里山的高山茶 那么这三样产品呢加在一起原价是160 活动价呢就变成136 还有一个组合就是阿里山的红茶 加上阿里山高山茶 再加上面膜 这三样产品放在一起 那么这个原价是104 活动价呢就是88 所以如果您很久没有跟家人联系了 或者平时也没有什么机会聚一聚啊 不妨寄上一份小小的礼物 其实也能让家人觉得很温暖 这个链接呢在视频的下方 那您用我的这个优惠码方飞就可以享受活动价的优惠 好今天主要是想跟大家聊一聊 有一篇很重磅的文章 就是最近呢前川普时期美国副国安顾问博明 和众院美中竞争特赦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和写的一篇文章 除了胜利我们别无选择 我认为这篇文章代表了美国以对中英派为主导的新一代政治精英 对美中关系的定位 他很可能代表下一步美国对中共的态度和战略走向 特别是在大选年推出更是意义重大 所以非常值得仔细研讨一番 那这篇五千字的文章啊分为六大部分啊 跟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部分是提纲气领 但是明确的指出说美中已经处于冷战 而这场冷战是中共发起的 中共正在与俄国伊朗北韩等联手形成独裁者同盟 美国不是应该管理跟中共竞争 而是应该赢得这场竞争 第二部分的标题呢是拜登的新基线 就拜登's new baseline 好这个部分呢就概括了中共近年来在外交军事经济等多方面 与美国和自由世界明里暗里的对抗 破坏现有国际秩序并且力图取代 联手其他反民主的政权 这是美国面临的现状 第三部分呢回顾了美国七十年代与苏联冷战的历程 以及经验教训 第四部分重点谈到了在互联网上的信息战 以及中共力图在意识形态领域夺取话语权 第五部分呢给出了应对这场和中共新冷战的策略 就是提高硬实力加强武装减少依赖招募同盟 最后一部分的小标题是一个作为正常国家的中国 基本上那个意思啊我的解释啊我的解读 那个意思就是说一个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 好下面我说一下这篇文章的一些具体内容 下面这些内容呢并不是原文逐字逐句的翻译 我先说一下它是我在原文基础上的总结和提炼 有些地方是原始的字句 有些地方呢是大概意思的提炼 我推荐大家看原文或者是全文翻译 不过呢大家看原文之后呢 应该会发现我的这些提炼也是相当准确的 所以这个不用担心我不会误导大家 好这个两位有军事背景的人 博明和加拉格一上来他就警告说半心半意的手法 或者温和的言辞是无法赢得这场新冷战的 假装冷战不存在反而会招致热战 它使得美国民众自满也是对中共的妥协 胜利呢需要公开的承认一个犯有种族灭绝罪 助长冲突并且威胁战争的极权政权 永远不会是一个可靠的伙伴 文章呢接下来将今天拜登治下的美中关系 与70年代初的美苏关系相比 当时尼克松和基辛格啊 开启了所谓的缓和政策 采取类似的方式 压力和诱导病师 淡化意识形态的不同 大幅降低自身的军事开支 并且对苏联的侵犯人权行为轻描淡写 然而呢缓和政策让苏联得以按照大幅 暗中大幅提升军事实力 表面上来麻痹美国人 最终呢就是在军事实力提升之后 苏联开始在全球扩张与美国对抗 缓和政策可以说是完全失败 之后里根上任以后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做法 他坦率的谈论了苏联威胁的本质 而独裁者呢是经常用诚实描述 把这个诚实描述就是说是一种冒犯性的行为 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让民主国家闭嘴 87年的时候呢 当里根要做那个著名的柏林墙演讲时 他的助手啊想请他把那句 他们认为太具冒犯性的话拿掉 但是里根拒绝了 这就是那句著名的格尔巴乔夫先生 拆除这堵墙 Tear down this wall 好文章接下来就说呢 说今天美国应该努力设法拆除中共的网络防火墙 中共一直在向美国施打信息战 他们非常清楚信息的作用 习近平在讲话中说啊 没有硝烟的战争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 谁控制了这个战场就能赢得人心 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战斗中 我们没有妥协或撤退的余地 我们必须取得全面胜利 这几句话是习近平自己讲的 现任国家安全部副部长袁一昆啊 原名叫袁鹏啊 他呢在2020年的时候就说 说在互联网时代啊什么是真相 什么是谎言已经不重要 重要的是谁控制了话语权 而TikTok就是中共用来抢夺话语权的扩音器 在这个战场上 美国的沉默只会招致中共进一步的进犯 好最后文章提出了一个三二策略 Rearm Reduce and Recruit 也就是说加强武装减少依赖 招募同盟 这里博明和加勒格尔呢 提出了一个硬实力的概念 就是hard power 他们认为如果按照美国现有这样的策略啊 是无法遏制台海之战的发生的 防止战争唯一途径是美国立刻加强自身的硬实力 然而拜登政府的所谓正好相反 没有加强反而削弱了国防预算 那文章呢是提议设立一个每年额外200亿的遏制基金 专门用于在印太的军事部署 并且以护卫台湾为目的 减少依赖 其实就是减少中共的经济 经济实力或者经济杠杆能力吧 首先就是取消中共的最惠国待遇 禁止美国金融界将这个大众的资金投入中国公司 进一步对关键的高科技产品进行出口管制 第三个二招募同盟recruit 意味着和更多的自由民主国家签署贸易协议等等 也包括从同盟国招聘人才 文章认为美国的军队也需要进一步优化 不是用降低标准或在多元平等包容等口号下 弱化自身实力 而是正大光明的宣扬精英 并且挑战 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知难而上 另外美国官员也应该让大众更多了解 美中正处于冷战 从而可以做出相应的决定 比如主动不向中国投资 或者进口中国的某些产品等等 然后文章的结尾点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他说拜登政府在与中共的这场竞争中 没有设立目标 或者说他们一直在回避目标 然而真正的目标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期待的 一个没有共产极权的自由中国 正因为没有目标 拜登政府把手段当成了目的 为了对话而对话 美国应该从对抗苏联的冷战胜利中 吸取经验 然后文章的最后一段话相当精彩 是这么写的说 当前中国人大规模出走的现象 说明他们希望生活在尊重人权 尊重法治 并且提供广泛机会的国家 正如台湾的例子清楚表明 中国也可以是这样的地方 到达那里的路可能很长 但是出于对美国自身的安全 以及中国所有人的权利和愿望 这是唯一可行的目的地 有中国学者对这篇文章的评价是震聋发聩 我也觉得这是真正看懂了中共也清楚美国的地位和作用的一篇文章 我认为这篇文章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 第一他清晰定位了美中关系的现状 那就是处于冷战 第二他明确点出了拜登政府对中共政策的最大问题 那就是三心二意的对抗中共 起不到遏制作用 反而可能让中共更加冒进 没有明确的目标 所以把过程当成了结果 与中共在竞争合作基础上共存 这个本身并不是目标 因为共产极权是永远不可能和民主自由政体共存的 那么第三呢 我认为他明确的指出 就是这场冷战的最终结果 应该就是一个没有共产党的正常的中国 正如上一场冷战 当时的美国政府在冷战文件中就说 所有政策和行动都必须促进苏联政体性质的根本改变 随静或者缓和都只能让美国受损 并且威胁全球的安全 可以想见 如果11月的美国大选结果是不同的政党执政 那么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 很可能成为下一届政府对中共的对中的指导性的政策 我想向这篇文章的作者博明和加拉格尔托帽致敬 Kudos to the two 这两位可以说是美国对中鹰派人物中的少壮派 两位的经历也都相当传奇 也铸造了他们今天的认知 我很快稍微介绍一下这两个人 博明他其实出身于美国的上流社会 他的父亲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法学院 曾经任职于司法部 后来在华尔街开办投行 业余创作小说 博明从小对中国文化就感兴趣 后来就读于马萨驻塞大学中国研究系 学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98年的时候 他进入媒体 曾经先后担任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的驻华记者 但是在中国他被修理了 他曾经在调查一宗腐败案件的时候 被中共国安人员殴打 也在报道过程中被中共警方逮捕 他后来回忆说 他说我当时被一群中共警察围住 就站在厕所里 看着我的采访笔记 一页页被撕碎冲进马桶 博明2005年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中写到说 他说在中国的生活可以告诉你 一个非民主国家能够对他的公民做些什么 我看到抗议者在天安门广场被便衣警察拦阻和殴打 当我和一个消息来源说话时 还遭到政府人员的录像 我相信在中国的这些屈辱经历 让他最终决定投笔从容 他可能觉得单纯做一个文人 无法改变强权 博明参军的时候已经30多岁了 为了达到军队入选标准 他还做了刻苦的体能训练 最终他得以参军 并在伊拉克与阿富汗服役 退伍后他投身政界 并且在川普时期进入白宫 开始大展身手 这样一个文武双全又精通中文 又在第一线面对中共打交调的人物 将在美国政界起非同小可的作用 有人认为随着博明的经验和地位的增强 未来这个人很有可能主导美国的东亚战略 而加拉格尔又是一位异军突起的人物 冷战迷国际关系知识背景和海军服役经历 是加拉格尔早年经历的三个主要标签 与加拉格尔关系密切的共和党人说他非常聪明 但是非常注意规避风险 以及极其深思熟虑 加拉格尔是80后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系 911事件和反恐战争对加拉格尔影响很深 他在毕业后加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 服役七年间他两次以军事情报官员的身份驻军伊拉克 一边从事反间谍工作 一边担任中央司令部评估小组成员 负责评估美国在中东和中亚的军事战略 服役期间加拉格尔还获得了乔治成大学安全研究硕士学位 以及国家情报大学战略情报硕士学位 双硕士 后来他又获得乔治成大学国际关系博士学位 也正是在他担任情报官期间他认识了博明 退伍后加拉格尔进入政界 在川普时期进入国会之后他的注意力转向中国 加拉格尔自己承认他是受博明的影响 而更加关注中国和印太事务的 加拉格尔任主席的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委员会 比起之前国会的两个和中国相关的委员会 关注的议题更加广泛 也可以说是当今国会中对中强硬政策的领军者 虽然加拉格尔本人将辞去国会议员的职务 但是未来呢他也可能会在私营领域 继续推进对中共的对抗政策 可以说这两位都是绝顶聪明的人 中共的所谓一手唤醒了美国新的社会精英 形成了一个反共同盟 其实最近还有一篇文章也提出了一个重磅观点 那就是前国务卿蓬佩奥和中国问题专家 于茂春先生和写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标题叫做 45年后台湾关系法不再够用 基本上这个文章的一个大致意思 没有时间谈谈详细的 就是跟大家大致的概括一下 就是说45年前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产生了台湾关系法 在今天呢随着地缘政治的巨大变化 他已经不足以应对现况 美国应该调整这个法案 说白了美国应该在外交上承认 台湾早已是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 可以想见啊这些 这些可以说是最在美国最了解中共的专家 这个这几位以及其他的人 他们已经直接开始点中共的死血 我记得狄更斯啊他在他著名的小说 双城记啊这本小说开篇第一句话就是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虽然呢今天美国本身存在很多问题 世界都有很多问题 中国就更别提了 但是美国呢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 真正认识到中共的本质和其对全世界的破坏 如果按照这个新的思路重整美国的对中政策 那么以美国今天的实力是可以大幅的加速中共的崩溃 我相信这对整个世界都是最有益的事情 好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对这篇文章的一些想法和感触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篇文章 以及一些最新的美国政界的动态吧 大家如果对这篇文章或者对于这些事情有什么看法 也非常欢迎大家在我视频下方留言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点赞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的话 点赞转发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感谢大家收看 祝大家周末愉快 下次见